再走,我剛才就說了,柏羅是這個機場城市 向東走一點,一個小時到車程 就會來到這個首都 首都就是停泊 停泊就是這個景點,我比較推介大家 擇身有蹤 其實就是國王的辦公室在那裏 國會,皇家秘書處 一些政府機關都是在那裏的 當然,這麼重要的政府機關 日後停不可以去的,因為要辦公室 但大概下午五點左右 會開房,四、五點左右 所以就會看到夜景 如果大家,有時冬天去 就快到早天黑 大家如果可以的話 不知道,對方就安安排到 留夜一點點 看完由日景變夜景 多漂亮,晚上拍照 它多漂亮 日後,這裡五點多,所以都是黑黑的 然後進去那裏 它不會開放所有給你的 有些地方,一些內庭的位置 可以走到拍照 走出來晚上,景都挺漂亮 現在國王真的是在裏面辦公 這張椅子是由三世國王 這位小朋友太夜 的時候坐起來了 這是國王的辦公室 現在這位五世國王就坐 日後,他就是六世國王就他坐了 再介紹一下,剛才我說 如果你去北丹,不會去苦悦寺 就等於保持沒有去苦悦寺 但真的不是每個人 有體力上去苦悦寺 我再介紹一下 還有一個景點 你去了,一定是等於你去過 北丹,又可以曬給別人看 就是這個 108個佛客 這三個多坐 其實這條所謂的山口 是山和山中間 轉彎位的所謂山口 轉彎位 這裏就建了108個佛客 其實在203年才建好 在此之前,這裏是光出山 我平地沒有 那時大皇后 不是說是四個老婆 大皇后就為當時四世國王祈福 所以就建了108個佛客 就幫她祈福 如果 天氣好的時候挺漂亮 可以上去的 如果天氣好 和幸運的話 你從剛才這個位置看出去 看這裏 這裏看出去 你可以見到 這個喜馬拉雅山山脈的雪景 是挺漂亮的 不過我告訴你 我經過過 我想八九十二次了 經過了一來一會 但也不是一次見到的 其實很好看不見的 但是這裏都還挺漂亮的 冬天去就有機會見到雪景 這裏是我之前那年12月去的 這裏都挺漂亮的 下雪的 另外呢 有介紹這個亭報 有這個大佛像 這個大佛像的熟口面 其實它跟我們香港天壇大佛 都是同一個建築商 它這裏是釋德華尼像 其實北丹人現在很流行去 有時休閒、消氣、施片等地方 他都很流行上去 參拜一下 順便可以玩一下 另外有介紹了 國家紀念碑 其實這個國家紀念碑 是在先中心的 是一個塔 為了紀念三世國來而建 這個塔 不知為何 也不知為何 其實它就奉身放工時間 放工、放學時間 很多不得人會走去 他們就會為止 走三個圈 因為他們相信 這樣走三個圈 就是一個祝福和大來幸運 如果大家有機會去到 又有時間 就算是否放工、放學時間都可以 你可以在這裏走三個圈 就是為眾生祈福 夜景也很漂亮 如果有機會 晚上經過到 在艾斯基亭 也停拍照也好 不過晚上會比較冷 另外有介紹 就是這個塔金動物寺湖區 塔金是甚麼呢 剛才記得那個風癲聖爭 他曾經試過 撿了狗 不知怎樣 吃完牛羊羊 就把牛羊、馬 拼在一起 叮 然後就變成一隻動物 這是傳說 這個傳說 塔金這個動物 就是風癲聖爭 他們用了這樣的方法 拼出來的 其實這種 叫令牛 它的學名 其實就是 起碼 山山脈 大概三四千米 生活 也是北丹的博收 所以 在動物園 其實就沒有其他動物 看不製的 可能是其他動物 但主要就是這隻塔金 有些塔金 是塔金BB 有些塔大的塔金 可以大家去看看 這隻令牛的動物 另外就是 北丹油證總局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其實可以在這個 北丹油證總局 去製製一些 自己頭像的郵票 其實它也有網文館在裡面 如果大家有機會 有時間的話 可以參觀學物館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看 專題的物館 尤其是郵票 裡面有很多 它有說 之前沒有郵證 之前是怎樣傳遞消息 有郵證之後 又怎樣用郵證 或者電報等等 去傳遞 還有 北丹油票 是很出名的 在這個世界郵證上面 因為國家小 那些郵票 不是那麼多人 沒有那麼多朋友 在外面 沒有那麼多人 收到北丹油票 所以在集郵來說 很多集郵專家 都很喜歡北丹油票 所以大家有機會的話 可以不妨去買下 有時間 這個就是展覽 展覽以前的郵車 以前是用單車的牌信 就是這些品品 還有可以在樓下的 例如來品部 就買郵票 經常有很多盤 在這裡 揭一揭一揭 揭一揭 揭揭一揭 所以都會提醒大家 如果你想製造這個 自己頭像的郵票的話 可以準備定一個JPEG file 一個電腦檔案 放在你的電話裡 到時就給導遊或者大會 幫你安排 他就會幫你製造郵票 價錢大概是差不多 就會有變動 但是我告訴你 回到香港是很便宜的 30元都可能是三個多 其實很便宜 他寄到外國都是這個價錢的 總之不是寄筆單 都是這個價錢的 所以大家看到 我這裡寫了大概二十多張 這個不是垃圾桶 這是郵局裡面的郵箱 因為上次是這樣的 因為上次他講座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寫下地址給我 如果我下次去筆單的時候 我可以寄一張明信片給你 既然講到這裡 如果大家待會有興趣 你不妨給我一個地址 我下次去的時候 不過我未知什麼時候 我未被被定 我下次去 我一定會寄一張明信片給你 不過上一次我忘記了 帶走你的地址 於是我人去到的時候 我就在Facebook裡說 告訴大家 我忘記了帶地址 不要緊 不如你們inbox我 你們誰給了地址 我就寫給你們 大家都很勇洋 我寫了二十多張 寄回來 都收到 新加坡 澳洲 西方都有這個 就是這個 這是當年 很多年前拍了我和老公 如果大家不介意 有些人很介意 它會吸到自己的頭 但你不介意 我都很喜歡 可以自己做 我介紹你 可以做兩三張 一張就撕出來 連寄給朋友 兩三張 另外那兩張 就自己拿來儲 當年我不會在這裡 其實他們也有 吸了一吸 在他的頭上 幾張都沒有收到 是的 又介紹一下 有什麼餐觀 不丹的手造 傳統手造椰子的工場 這裡有些可以賣到紀念品 其實會有整個過程 有些木 成絲 然後怎樣硬碎 壓所有水 抹乾它變成不丹的字品 就會成為 剛才這個可以買的紀念品 大家可以不妨買一下 回去吧 剛才說 射箭場 如果有機會 大家可以去射箭場 看的話 希望大家可以遇到 有人在比賽 或者在練習中 可以看客人的比賽 因為我試過一次去 那次的區 剛好是有 不知北丹銀行 和北丹回器 還是什麼 在比賽中 公事時間 不知星期三 下午上班 他們是代表隊 代表自己公司比賽 是公事 有比賽感 有聯賽 有公司與公司之間的聯賽 或者全國聯賽 沒有成帶 他們腰間有些顏色的帶 來的 假裝